泰鲁阁族自治筹备委员会 15号召开第五支筹备会议 并针对协会成立相关的事宜 logo设计 总统候选人推动自治工作契约书 委员们也分享自治对族人的未来发展 而预计在年底将成立泰鲁阁族自治协会 在协会还有族人的共同努力之下 共同来推动泰鲁阁族的自治理念 为了推动泰鲁阁族自治 筹备委员会书号在米卡托餐厅 举行第五次自治筹备会议 包括成立台湾泰鲁阁族自治协会 张成草案 在委员会讨论节育之下 修订部分条文 同时也一次通过协会的成立 另外也针对台湾泰鲁阁族自治协会 总统候选人推动自治工作契约 自治人才赔地工作 和有关自治筹备委员会 logo事宜进去讨论 大家邻居族人的共识 来推动泰鲁阁族自治理念 泰鲁阁族要推动这个自治 我们希望在泰鲁阁国家公园 以及明天三十年以为期 这两个空间当中 我们的现阶段的一个自治的空间 我们今天开会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要把这些筹备委员会的组织 转型变成一个法人化 向中央申请一个自治的团体 那将来自治团体 这个是要向中央做一个跨部会的协商 从这个团体里面 我们这个自治的筹备团体里面 自治的这个法人团体里面 派出代表 跟中央去跨部会的协商 今天呢 我们已经通过要成立这个法人团体 而且我们目前已经进度 已经几乎要完成成立 希望在年底之前 我们能够成立这个法人团体 一对将来 不久的将来 在年底之前 我们希望以这个法人团体的身份 来跟中央争取 怎么样去进行 跨部会的一个协商 会议当中 筹备会的委员们也分享 自治理念和Q&A 来说明分享 未来推动自治理念和架构 让大家清楚的了解 对主人们的重要性 这次筹备委员会主委德德德表示 各象征是在办理太鲁格组 传统文化碎石季的时候 筹备会的委员们也向主门 进行说明宣导 就是要把推动自治理念 能够向下扎根 而这次会议 就是要建立好协会的架构 来成立协会之后 做好推动自治的准备 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共同来实现自治理念 记得喜欢黄首导